诶 这款车叫什么名字呀 吉利星月L HAPPY HAPPY 2023年是应该吉利 HAPPY 大家好 我是汽车之家的编辑车手张子怡 快过年了嘛 在这儿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兔年大吉 天天HAPPY 那今天呢 我要试驾的车型是吉利星月L HAPPY 这是一款PHEV插件混合动力版本的星月L 但是呢 厂家更加的愿意将它称之为增程式电动车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综合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300公里 纯电续航205公里 那么这个续航能力已经远超我们认知的那些插混的车型 和我们近两年熟悉的增程式电动车更加接近 说到这儿啊 想必大家都有一个误区 那就是增程式电动车就真的好吗 其实像理想那种采用典型式增程式电动车呢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 早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 只不过它满足了人们没有里程焦虑的需求 看似呢 是解决了电动车的痛点 但实际上因为没有变速箱 所以它并没有解决高速能耗差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都更加倾向于PHEV插件混合动力的车型 只不过啊 之前的插混车型它们的电池容量太小了 纯电续航里程确实有点低 只有几十公里 那么很多人就诟病它们到底能不能算是新能源的车型 后来比亚迪出了DMI 到现在极力又推出了雷神的Hi-P 那么它们大幅提升了纯电续航里程 所以严格来说 这些车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PHEV插混车型 新能源的Hi-P采用的是来自于宁德时代或者风潮能源的三元里电池组 它的容量是41.2千瓦时 这个容量和我们熟悉的那些增程式电车 比如理想 问界等等是几乎相当的 但是这台车它的官方纯电续航能够达到205公里 比那些竞品还是要更长一些的 但是新能源车向来好像都和北方的用户绝缘 因为冬天这边实在是太冷了 电池能打个五折就算是不错了 不过极力恰恰把这次新能源的Hi-P的试驾活动选在了哈尔滨 他们就是想要证明一点 谁说东北人就不能买新能源车了 就在我们试驾的前两天 厂家精心安排了一场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极寒超长续航测试 而且那个测试当中还有竞品 那么星远L Hi-P以实色超过1200公里的极寒增程续航表现 完胜竞品 而在这次媒体试驾的过程中 他们也特意安排了我们驾驶这台星远L Hi-P 行驶在哈尔滨的绕沉高度上 今天室外的气温是零下80度 我们也看一下在这种寒冷的状态下 我们驾驶这台车 它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纯电续航表现 据说前三名还有奖品 我要努力 那趁着这个测续航的无聊时间 我跟您聊一聊这款星远L Hi-P它的不同之处 那么近期极力星远L Hi-P将会进行一轮免费的全域FOTA升级 包括动力域 底盘域和娱乐域 那么整个升级官方说它的价值超过15000元 将会在春节之后免费向所有的星远L Hi-P车主 免费的推送这个升级 相当于送上了一个春节大礼包 首先就是动力升级 那么极力是行业内目前为止 唯一一家能够实现前置双电机驱动 也就是P1充放电一体电机加上P2电机并连超频驱动的厂商 那么在升级之后 这款星远L Hi-P它的系统综合功率将会提升60千瓦来到277千瓦 相当于比升级之前提升了28%的动力 那么官方0到100的加速时间也从此前的8.3秒提升至6.7秒 这个成绩我们是实测过的 而且在今年的汽车之家冬测项目当中 我们实测星远L Hi-P升级之后 它的急速能够达到23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是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的 而且比我们认知的绝大部分星远车急速都要更高 此外这款车在升级之后 它的外放电功率也从此前的3.3千瓦提升到了6.6千瓦 其次是底盘域升级 它采用了全球首个量产的电池包高频脉冲自家热技术 外加PTC加热 在零下30度极寒环境下 电池包加热速率提升87.5% 满足冬季出行的动力需求及驾驶体验 此外增程器热效率43.32% 采用13.1高压缩比米热循环 极寒环境也能保证高效燃烧 先进的电池热管理系统 零下30度极寒环境续航增加了10% 冬季充电0%到60%高效充电区间 平均功率可达45千瓦 充电30分钟续航增加80公里 打个比方啊 现在你可以通过手机APP提前开启电池加热 只需要10分钟 电池就可以从零下30度加热至零下15度 不至于无法启动 也就是说您在寒冷的哈尔滨 即使买了这台车 即使把它放在外面 动了一宿 那么第二天早晨只需要打开您的手机 用小手微微操作一下 就可以实现上车机走 那么第三个升级就是娱乐域OTA升级 车机系统从之前的银河OS1.4 升级到了银河OS1.5 包括拥有全新的交互体验 比如增加了高德导航 另外在性能方面 还有车机的稳定性方面 也有显著的提升 响应速度提升了15% 而且还增加了比如说 锁车自动关闭车窗 遮阳帘等等功能 那么刚刚再说到性能提升这方面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当您旋动这个驾驶模式旋钮的时候 中控屏幕上多了一个性能模式 在这个性能模式下 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就可以提升到6.7秒 从酒店出发到现在 我们已经整整开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行驶了47公里 我的纯电续航显示还有150公里 这样加上去的话 即使在这么冷的条件下 好像这个车的纯电续航能力 也能够达到190公里以上 难不成今天我要得奖吗 总的来说 这款车还是有很多技术亮点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 还有包括像全球首创的三档DHT Pro 变速箱等等等等 那么近些年吉利一直都在深耕技术 它们力求达到全产业链 甚至可以说是肩负着强国的责任和使命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新实力品牌的优点 它们在用户看得到摸得到 开得到做得到的体验上 都做得非常的好 从而掩盖了自身技术不足的问题 对吧 毕竟蓝板性它不是技术专家 如果一款产品能够做到体验好了 那么它自然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这个也是传统的中国品牌 需要向新实力去学习的 最后来说一下星远L-HAPPY的售价 很多人看了之后都会觉得有点贵 没错 它相比于2.0T的燃油板 要贵了好几万 如果按照每百公里 它比燃油板能够节省5升油计算的话 可能也要超过10万公里之后 才能把您多花的这些钱省出来 这么看的话 确实这款增程式电动车 它的性价比不如燃油板 但是话说回来 技术有时候是张检一个品牌的实力 这款车它在技术上绝对是领先的 那么如果吉利能够把它的倒车成本和售价降低一些的话 我相信星远L-HAPPY可能会有更好的销量 最后来说一说今天续航比赛的结果吧 全场第一名竟然跑出了225公里的纯电续航 而且是在这么低的温度下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而我自己跑了一个160公里的纯电续航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在哈尔滨这种情况下 比较正常的一个续航水平吧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证明在哈尔滨在东北这么冷的条件下 大家还是可以去选择新车型的 至少可以选择PHE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